歡迎到世界來看到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15號在佛州差點遭到暗殺 震驚美國政壇 58歲的犯案槍手16號出庭 操控兩項聯邦槍支重罪 目前調查還在進行當中 前方表示這名槍手在球場 埋伏了長達12個小時 不過沒有機會開火 而川普兩個月內二度遭人暗殺 美國總統拜登強調政治暴力零容忍 脫國領導人也都表達關切 身穿粉色衣服的男子高舉雙手投降 遭警方上號帶走 他就是這次暗殺川普未遂的 58歲槍手勞斯 勞斯16號在聯邦法院首次出庭 操控兩項槍支相關的聯邦重罪 包含重罪犯非法湧槍 以及持有移除序號的槍支 目前調查還在進行中 接下來可能會起訴更多罪名 聯邦調查局指出 槍手在遭特勤人員開槍制止前 已經埋伏在球場長達12小時 很明顯是為了鎖定川普的動向攻擊 不過警方表示槍手並沒有機會開槍 川普兩個月內二度差點遭到暗殺 美國特勤局跟FBI高度警戒 出動大批人力勘察槍擊現場 特勤局的代理局長羅威也親赴現場 美國總統拜登公開表揚特勤局阻止川普遇害 強調政治暴力零容忍 川普則把矛頭指向民主黨 認為拜登跟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的言論煽動選民 是導致他遭槍擊的原因 川普二度遇刺國際高度關注 多國領導人包含英國首相施凱爾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都表達關心跟擔憂 犯案槍手曾多次聲援烏克蘭 客公發言人則暗奉美國情報單位要想清楚 支持烏克蘭等同玩火後果自負 張宏藤編譯